在阿里山乡达邦和特富野 是属于州族部落 今天沙子在旅行 就要带大家深入这两个部落 寻找私房景点哦 有非常漂亮的州族壁画达邦国小 漂亮的野百合盛开 日之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物 还要寻找特富野部岛中 最雄伟的章树巨木 来场高山清澈溪水瀑布的西堤 最后带大家到十字路车站 与阿里山森林铁路拍张漂亮的合照 准备好了吗 那么我们就出发咯 好现在我们在特富野部岛的入口处 那这边有一个吊桥 我们现在往下面走 走下去看看吧 一提到特富野 很多人一定会想到特富野古道 但特富野步道和特富野古道 可是不同的两条步道哦 特富野步道由达邦吊桥开始 绕行特富野部落 串联了特富野及达邦两个聚落 在特富野吊桥上的视野真的超级棒 可以俯瞰整个溪谷 还可以远眺南沙坝瀑布 整个暑气全消 接着就带大家下窃到西谷 一起来寻找南沙坝瀑布吧 好往前走 寻找特富野南沙坝瀑布 哇好漂亮哦 这个水绿色的耶 好漂亮哦 各位我到了特富野南沙坝瀑布 哇你看水超级澎湃的啊 坐在这边都还有这个水绿往前沿耶 干干干 耶 特富野张树聚木群往这边 进去200公尺 往前走 特富野步道沿路除了优美的竹林外 还有张树聚木群 生态丰富 张树聚木真的非常的高大粗壮 摸摸聚木每一棵的岁数 都比我们年纪大很多很多呢 好才走进步道没多久 就已经看到这个张树聚木群了 哇你看 这个张树非常非常的大耶 来我们到前面去拍照吧 张树聚林群 这边的张树啊 这个年纪应该是非常的大 你看 哇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粗壮的张木 哇 前面还有一棵 哇也是非常的大的这个张树聚木 在达邦国小前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州族壁画 很多游客会在这里拍照 图书馆前也有一些具有州族特色的壁画 我们继续往前走就可以来到达邦的家屋 达邦部落拥有一座提供外人参观的传统家屋 是来到州族部落一定不能错过的文化景点 传统家屋能够代表一个族群的传统文化 不论是空间配置或是建材 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历史意义 他们会用火炉将这个物品放在这个火炉上面去做烟熏 烟熏就可以让这个食物保存更久 在日治时期 州族人和日本的关系相当良好 州族人称日人为玛雅 达邦地区则是日本人最早设立 帆同教育所的原住民部落 心愿 现在是凌莫练耀战部的事 阿里山乡州族自然与文化中心 位于阿里山达邦部落 于民国104年启用 以州族文化为核心 推展州族文化典藏保存 成为阿里山文化发展推广生态旅游中 另一个重要的主轴 在建筑外观融入枯把男子会所的建筑特色异象 截取传统服饰之色彩 点缀于建筑物之上 在馆内空间规划上 由主入口广场进入一楼咨询服务站 及常设展示区 馆内设有游戏化的互动体验 点尝试收集真实的文物展示 以及州族部落风貌雕塑 营造立体的氛围 节目 优优独娃 揦 十字路村 十字路村是一个在山南中的小山村 早期居民多为发木工人 现今除了当地居民 更有返乡青年 居民紧邻着铁道居住 近年来邻里居民美化社区中的摊位 研发了许多社区的特色料理和小点心 在这里有一个平台 可以欣赏到来奇村的山南景致 这里有一颗河翻开的好漂亮 全部都是红通通的很像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